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皇家医学美容中心的院长曾志医师 我们要和曾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关于干细胞方面的话题 曾医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是的 曾医师 说到这个干细胞可能很多人听到过这个词已经很久了 而且是事实上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详细地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干细胞以及干细胞的应用 您觉得可以吗 是 没问题 一开始我们就要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干细胞以及干细胞的分类 好吗 好 那首先谈到干细胞呢 我们要看这个干细胞是从哪里来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干细胞呢是最初的一个受精卵 就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以后就变成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呢通过分离以后 成熟以后大概在三天左右它就变成了一个全能干的干细胞 这个干细胞大概有八个 每一个分开都可以变成一个人体 OK 那再往下面走呢 那我们就看到那个胚胎的进一步变化就形成了一个狼胚 这个狼胚呢它那个细胞就变成100到200这样一个一群细胞 我们叫类细胞群 英文叫inner cell mass 这个东西呢就是胚胎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的话它不能再变成一个人体了 它是200多个细胞左右 这个细胞然后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这个地方就把它取走 然后开始做研究 就是胚胎干细胞 这些细胞呢它是一种叫多能干细胞 它可以变成任何的人体的200种不同的细胞 那么它在变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分三个部位 有内 中 外 这个我们叫内配层 外配层 中配层 这三个配层 这三个配层呢它不同的器官是跟分类这样去变的 那么这些细胞都有这些功能 那么进一步形成一个胎儿以后 或者是生下来以后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干细胞就没有了 没有它干细胞还是很多 这个呢我们叫成体干细胞 就是说我们胎儿已经生下了 已经成体了 但是我们体内还有很多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的话 可能就是性质就更分化的 更进一步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脂肪里面提出来的干细胞 这个叫尖充质干细胞 它可以进一步变成什么呢 变成脂肪 变成肌肉 变成神经 变成那个软骨 几十种细胞它还是可以变 但是呢它只能变成这些细胞 它不能形成一个器官 也不能变成一个人 它只能是执行它自己的一个 指定范围的一个修复的任务 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细胞 不同的干细胞 它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分类的话 它起了不同的作用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分类 那么从另外一个分类的话 我们就分大的话就是 胚胎干细胞跟成体干细胞 这两大类 那胚胎干细胞的话 它的比较原始 比较原始它形成的细胞就比较多 它的功能比较强 那么成体干细胞呢 你要用对了它的范围的话 它也可以在医疗上 作为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些细胞 而且它非常安全 它只变成这种细胞 那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 给它分类 那最近呢 还有一种另外一种细胞 我要提一下 叫IPS细胞 这种干细胞呢 它不是天然的细胞 它是一个人造的细胞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诺贝尔奖的 一个获得者 它呢 把人体的一个皮肤细胞 已经成人的皮肤细胞 取出来以后呢 加了四个蛋白进去 加了四个基因 这四个基因表达 一般这四个基因都是 我们叫转路基因 Transcription Factor 这些基因的话 在胚胎干细胞里面 有表达 那它把这四个基因 放在这个成人的皮肤细胞里面 发现这个成人的皮肤 可以变回胚胎干细胞 也就是说 它再变回去以后 又可以变成所有的细胞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颠倒我们的概念的 一个东西 就是说一个人 一个细胞 它可以已经成了 一个终端的细胞 还可以回去 那这就不得了了 有很多很多应用的 待会我们再讲 它的那个临床的 各方面的应用的话 就非常广了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人造的细胞 是一个实验室 做出来的细胞 说到这个干细胞和细胞 我有一个概念 想要请教您一下 其实您刚刚举例说的 这个干细胞 都是从这个人体的细胞 当中提取出来的 想请教您一下 植物是不是有可能 也有提取干细胞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当然了 植物实际上 植物也有干细胞 也是需要 所有的生物都有干细胞 所以这是生物的共性 对吧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人 但是就是说植物 它也是有干细胞 它也需要进行修复 进行替代细胞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 我想提一下 就是我们一个人体 有多少细胞 你知道吗 有37个兆的细胞 这是兆 好多 37兆的话 比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银河系的 Galaxy的星球还要多 37兆细胞呢 我们每一分钟 要死将近一万个 那个一亿个细胞 所以这些细胞都需要 不断地补充和代替 OK 那不同细胞的话 它是它的生命的 那个长短不一样 比如说最短的 可能是像学校版 7天就死掉 那我们的白血球 是4天 红血球 120天 肝脏的话 18个月 皮肤细胞30天 不同的细胞 它就会死掉 OK 它死掉以后呢 那就是我们的干细胞 不断分化 去代替这些细胞 所以干细胞的作用 非常非常的 那个一直都在 不是说我们 只有胚胎都在 实际上我们一直 都有干细胞来做 帮我们做修复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没有干细胞 是不可想象的 那我们人在 越年龄越大的话 特别50岁以后 可能这个干细胞 就减少很多 那我们的修复能力 可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差很多 它就是这样一个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可能要使用 这个干细胞的技术 来保持人体的 这个不断的更新 可能保持年轻 在医学方面的时候 对啊 你刚刚已经介绍了 你刚刚已经介绍了 关于干细胞的分类 还有干细胞的 为什么要使用干细胞 那么您看 我们要不要来了解一下 关于干细胞的一些 应用方面的问题呢 您看 好 那说到应用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要利用干细胞的一些特性 去为人类 在医学上服务 比如说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在比较低等的动物 比如说有一个动物 英文叫salamander 它就像一个小蛙一样 它呢 你把它的那个前背啊 前肢 可以无数次的给它切断 它全部可以长回来 长的那个手指 全部长回来 OK 那还有更低等的动物的话 蜥蜴的尾巴 对对对 就是看似什么动物 还有一个动物叫planarian 就是这个你可以切 把它身体像一个虫 你把它切成两百多条 每一条都可以重新长一个 完全的body出来 所以我们利用它这些 就是也是提示我们 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 就是用在人体 这些概念 比如说我人体 我刚才讲了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那个寿命 但是唯一比如说我们的神经细胞 是一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就有这么多细胞 不会有再多了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生下的时候 小孩那个头很大 因为这个头我们成人 也是这么多细胞 OK 它不会再长了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前两期 因为我们需要 人可能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那我们的记忆的话 比较很长时间 所以这些神经细胞 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但是不断也在死 也在衰亡 那所以我们能不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车祸或者什么脊椎受伤以后 其他都可以恢复 就是这个神经方面不能恢复 那我们现在知道 干细胞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它可以让你神经恢复 现在做动物实验 比如说把脊椎 脊柱 脊管那个脊髓切断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干细胞 给它连接起来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东西 没错 所以根据这个干细胞的特性 这样看起来 其实干细胞的研究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在医学方面 而且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很多我们现在认为 是不治之症 或者是无法治愈的疾病 到那个时候就不成问题了 也许根据这个科学的发展 好 谢谢曾医师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和曾医师 一起来讨论 关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 我们广告之后见 好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中台 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皇家医学美容中心的院长 曾志医师 我们和曾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 关于干细胞方面的问题 曾医师 在上一趴的节目当中 您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干细胞 如何提取干细胞 以及干细胞的应用 花一些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这个干细胞的研究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好吗 我想简单提一下 研究干细胞的大环境 其实上全球现在都在研究干细胞 美国我们遇到一些障碍 就是小布斯 以前有一个禁令 就是说禁止联邦的研究基金 进入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这已经成了一个法律 然后09年3月份的时候 奥巴马上任以后 有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可以解掉禁止 这个没到一年的时间 2010年的时候 那个法官 有个法官叫Royce Lambers 他又把它翻过来了 说这个是违法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联邦是 全不能再做这个研究 这当然是一个set back 但是很多私有的 私人的基金会 比如说我们加州 一个很大的公司 叫做CERM 这个公司它拿了100亿 100亿的资金 在今后10年 就是专门来做干细胞研究 所以我们加州的话 是在美国和全世界 应该是在前面的 前缘的 包括这些UC的好几个大学 都在做一些比较热门的课题 所以我昨天我上网查了一下 就是整个做研究 你如果search 那个stem cell 这个干细胞这个字的话 大概有30多万篇文章 而且的话 每10年就要翻几倍 OK 比如10年前 可能只有1万篇文章 那么去年有 2万7千多篇文章出来 所以这个领域是非常热的 那另外就是 我去年有去开那个干细胞会 就是大家用整个大数据分析了一下 今后10年 可能这个干细胞相关产业 会增加20倍 就是说明全世界都比较重视这个东西 那另外我还查了一个 叫做clinicaltrial.com 就是说临床实验的一个网站 就是所有做临床实验的网站 我如果收集干细胞这个字的话 现在有5000多个临床实验 跟这个干细胞有关系 美国有5000 所以这一点的话 美国还是在理线的 就是比较多的 所以您刚刚其实提到说 除了这个小布什 在他在任的期间 提出了这么一个禁令 其实他是禁止这个联邦的经费 用于这个干细胞的研究 但是除此 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那么除此以外 您觉得干细胞的研究方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 我们知道这个克隆技术 其实它是有一些规定 是不允许克隆技术 应用在某些方面 不能克隆人 如果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么像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您觉得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禁忌 或者说是目前来看 有没有一些不可以研究 不能碰的这个领域 我刚才讲了 就是干细胞的分类的话 它开始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八个细胞的时候 这个我们叫Totipotent 就是全能干细胞 这个时候的话 每个细胞都可以变成一个人 这个的话 我想现在可能是没有人去碰它 我说绝大多数的人 研究的胚胎干细胞是下一步 到那个我们叫内细胞组的时候 有几百个细胞 把这个细胞拿出来 但这个细胞的话 不能变成一个人的 它只能变成不同的细胞 这个研究是OK的 现在就是可能在比较早的那一步的话 现在不能做一些人的实验 当然就是说像克隆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有个叫Dali的血 没错 那个绵羊 克隆一个绵羊出来 就是把那绵羊的皮肤细胞拿出来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空的那个卵 卵子里面 然后结果把它自己克隆维持 OK 那这种在动物里面是可以做的 所以基本上研究的话 现在都还是可以做 OK 但是就是有的地方 可能大家没有去碰了一些 就是能够变成一个人 我们这些都没有去做 尽管这个联邦的经费 没有支持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发展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美国 其实还是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来讲 出于干细胞研究 算是比较发达的国家 我认为美国是 美国做 而且就是因为它的经费和科学家比较集中 所以做起来是很快的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临床 临床的那个实验的话 美国那个占了很大一部分 但是有的地方 我认为可能就是临床数据这些 可能其他国家更多一些 因为美国已经停了将近十来年 没有做 所以因为这个就是日行月异的 像日本的那个亚洲啊包括中国都做的比较多 临床方面都做的比较多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science community 这个整个这个科学的这个社区的话 都没有分国界的 我们去开会的话 全世界的人都有大家交换意见 所以我觉得今后的话 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主要是操作应用方面 因为现在我刚才讲的 像iPS要是承认的细胞 给你拿一个下来 然后可以给你做成胚胎细胞 这个就没有没有任何争议的 你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今后的方向的话 就是说可能我们既然可以回到胚胎细胞 我们可以在你身上做一个你需要的器官 这个可以做到的 我看比如说你需要一个肾 你可以做一个肾 在实验室做了 再给你就是换一个肾 我们现在什么耳朵牙齿 都可以做了 所以包括比如说美容方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 你想要的鼻子 做一个3D打印记 打出来一个鼻子 然后用干细胞就把它做成那个样子 给你撞回去 不需要外科医生 把那个耳朵那个软骨来来 笑来笑去的 可以打一个3D打印记 给大家打个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先进了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 听说过这个欧洲 特别是德国 这个在生化科技方面 是比较发达的 那他们在这个干细胞方面的应用 其实就是用在一些抗衰老 抗老医学方面 但是就像您说的 可能以后这个干细胞的发展 就是可以再造器官 这些那真的是就更加先进 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研究 对对对 这个是向将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临床 大部分我想举起一个例子 就临床上比较 比较研究的比较热的 包括在加州这边 比如说黄斑 我们叫黄斑变性 一个人眼球后面 就是最精确那个地方 我们看细的地方 用那个地方 最后退化了 退化就死掉了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用那个培养的干细胞 把它培养成一个小片一样 然后通过手术 给它指到那个后面去 然后通过这样的话 来恢复施力 这个是在那个UC的几个学校 同时做的一些合作项目 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加州 有个公司叫SERM 这个公司 他们现在已经有17个项目 在同时进行 还有的就是说 比如说糖尿病 那个中风 心肌梗食 或者甚至于 我投资开会看他们有做的 那个心脏起波 心脏起波 我们现在不是用个金属的吗 十几万这样一个小盒子 装在这儿 他现在直接在那个 那个心脏起波的那个地方 我们叫德方杰 打那个干细胞进去 让那个干细胞变成 起波的细胞 就不需要这机器了 就自己的 就是再生了 这个都已经做到了 实际上就是还没有 还没临床 还没结束 但是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么多的 那个临床实验 都在同时进行 就是直视迟早的事件 我们会有很大的突破 没错 就是有理由相信 用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应用到很多 就是更为广阔的 这个医学方面的领域 这个的确 干细胞是个非常有用的 这样一个技术 干细胞的研究和发展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曾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介绍 关于这个干细胞的一些知识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